迟到了迟到了 这董事长这样一点题 你不能坐 这也没人啊 我早会快迟到了 让我先上 这位员工 这位员工 怕迟到 下次把自己的时间留得宽一点 我当时想啊 公司到时候把这毫无意义的早会取消 要不是赶着早会 怎么会迟到 再说了 员工时间安排不合理 先发现不应该是老板吗 这门开的也够久了 你先上吧 好嘞 感谢董事长 哎 快看到脖子散的红印 又在吃香蕉 有什么好笑的 都没事做了是吧 在这闲聊 事前工作不饱和吗 戴上这个 遮一下吧 怎么过敏了 谢谢总监 我请你喝下午茶吧 好啊 好了 美妆圈女海王 风流上位 家里你看 我就说她一个实习生 怎么难见她 看了一个男人的车 人家都是靠着男人啊 我就过个命 这也能被造黄瑶 别生气 我会在公司 帮你澄清事实的 亲者自亲 没什么好澄清的 下午就是选题会了 这个丝巾 给你衣服也不搭 我带你去换一套 好 总监 你要带我去哪 已经到了 呃 员工时间安排不合理 先发现不应该是老板吗 小小实习生 刚来公司不久 就能拿下大胆 就连当众指出董事长 都没被责罚 绝不能让他爬到我头上 家里退出这次选题 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大家讲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刚刚视频只是给大家看个笑话 服认一下气负 大家看一下这份文件 这些就是我政策策划主题 会用我对你那么好 这是什么意思 人前对我关怀备置 背地里去造谣我 群里散播嘉丽的谣言 让他出丑 好的 没问题 是你儿子做的 不 不是我 是他让我做的 血口呸人 肯定是你们串通好来诬陷我 你说我诬陷你 那你中保私能 谋取暴力 内部的财务账目 只有上层领导才能取到 你个实习生 又是怎么拿到的 造谣诽谤 我现在就能开除你 你 董事长好 董事长 这个实习生不仅伪造证据 还诬陷上级领导 哎 我说你 我怎么了 这些肯定都是你勾引别的男人 帮忙伪造陷害我的 董事长 你不了解他 他 看来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孙女 还是说他勾引那个男的孙女 你 你是董事长的孙女 我这样靠自己赚钱 妈 你千万别秀了 我是EC集团的大小姐 大小姐驾照 统统闪开 这么快就暴露了 我去 这么夸张 一边二传 一席个千金你也敢挡 这年头还要冒充千金这一套 啊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给您擦 起开 我这鞋子可是全球限量版 弄脏了也赔得起 这么贵的鞋可不能脏了 啊 哎呀 这限量版的鞋子怎么掉色了 你谁呀 不是限量版吗 怎么还掉色呀 对呀 怎么还掉色呢 你们懂什么 贵的鞋子皮质都比较薄 哪像那些假货的皮 跟某些人的脸皮一样厚 钱我想你们应该是赔不起 作为惩罚 今天加班 把公司三十年来的账单 全部整理出来 哎 你 这一岁的千金有问题 什么 他利用身份职权 将产品原材料 全部换成了次等品 我们产品一直以来 用的都是上点的原材料 他死通了中间的差价 冒充我的身份就算 还敢背后自吞 哇 大小姐 男朋友亲自送他 太贴心了吧 哇 还是豪车 这不是我前男友吗 车不是我借给他的吗 你这车不会是你前女友 借你的那辆吧 怎么可能 你还真当自己是付加千金 这车可是我男朋友 花两百万买的 就算你当了全部身家 都不给你买得起 哦 是吗 那我怎么会有这辆车的钥匙 什么 前女友 不就是辆破车吗 我可是一丝个千金 一辆车我还是买得起 妈 你都听见了吧 我EC集团的千金 只有你一个 天哪 他才是EC集团的千金 你 你是EC集团的千金 顶着我的名簿 滥用值钱 西湖公司同事 还敢背后付吞产品 差价 等着法庭见 选择超过了35公分 不合格 换掉 这是在干嘛 新来的 是的 不知道今天品牌方 牛哥来挑选 女网红合作吗 这是新人物之理 换上当上的女主 可别忘了感谢我 品牌方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 我看是你自己喜欢吧 他是总经理身边的红人 我们惹不起 恼羞成怒了 这不是你们女生惯用的伎俩吗 就是 他们穿这些不就是跟我们男人看的吗 对啊 现在开始起后心起来 为了稍微指不定错 惯用伎俩是吧 住手 人家放到了 你们俩 快去 我 机灵点啊 待会让他穿上 好 牛哥 这是我们公司最优质的网红 来 让他们展示一下优势 懂了 你们俩过来 你 裙子往上体贴 你把这个换上 这是选演员还是选小姐呢 什么时候了 还装金属 这种情况下 不就应该展示下你们女性的优势 女性的优势 不是穿的少来讨好你们男性的 偷视工作 配合一下怎么了 就是 有些人装着心机 穿少的布料 博人眼球 成功了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现在的衣服越来越大 我看就是因为你们穿的太少 还有脸责怪商家 行不行啊 我赶时间啊 快点 牛哥都着急了 换上他 女主位这就是你的了 心机穿少的布料 博人眼球 你穿这些不就是跟我们男人看的吗 偷视工作 配合一下怎么了 成功了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原来你们公司这么喜欢做为男女性的事情 都录下来了 这次的舆论新闻点 听说你们新闻社专闻女性伸扎正义 我要报告我们的公司 女性的穿着不是够你们赚钱的工具 看你这么喜欢这些衣服 不如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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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等等我 你干什么呢 还敢当众偷拍 这人怎么这样啊 简直就是半会功德呀 我没有 我可能不小心点开了 还狡辩 偷拍也可是不小心啊 诶 王姐 你先别生气 说不定大哥真的是误触呢 有没有偷拍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拿来吧 真的是误会啊 他该不会是想讹人吧 可以还给大哥了吧 但也只能说明他没来得及拍 这 这电视没完 我被一个送外卖的偷拍了 他不仅偷拍我 还偷偷掀我裙子摸我 还好我发现得早 要是被他拿去AI换脸骗人钱财 我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背后造谣别人 你良心就过得去了吗 谁让你进来的 真相就是大哥明明就没有偷拍你 他们才不管什么真相 他们只相信他们相信的东西 等着吧 你这样会害了别人 我要去谁试试 敢去澄清 你就等着赔公司违约金吧 老板我 做得不错 因为你公司打破了有史以来最高收益纪录 这件事让他继续发展下去 好 你们人前立受害者认识 背里却做这种恶臭事 不就是造谣几句 又死不了人 现在大家不都这么做吗 嘉莉大师不也在现场 让他把你删点风 点点火 还是老板想得周到 刚刚发生了点意外 当时网红小嘉莉也在场 可以为我作证哦 大家千万别给我刷礼物 我说出来就是想提醒大家 让小嘉莉和你们说一下事发过程 他所说的被偷拍全部都是造谣 他包装受害人士 全部都是为了你们的礼物 他就是个骗子 原来是我们误会了 大哥才是受害者 这个主播居然是个骗子 大哥对不起啊 是我们被蒙蔽了 谢谢 赶快我好算 你等着赔委业金吧 你的钱我嫌脏 我不干 你 别说公司不给你们实习生机会 公司规定穿短裙的转正 穿短裙加黑丝的身负金 穿丝瓦加战袍的直接身负责 谁会穿这种衣服啊 这也太漏了吧 是啊 就是啊 平常不也见你们穿的挺少吗 现在装什么呀 不穿的现在全部给我走人 好啊 既然是规定 那就一视同仁 一起穿 你 准备职场能有多少 面对职场旅行仪式 不做被规定的那个 有没有人说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每天看着你我就很幸福 给我送个文件呗 谁有空给方总送个文件 面对职场骚扰 稍微折开黄枪 那就让他下位 听说你会剪辑 这个产品剪一段宣传片出来 下班前要 宣传片 现在就做 这就是你做的宣传片 对啊 你也没有说要做人什么样吧 面对职场施压 巧妙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 对于不合理的要求 可以合理的做不到 27 你婚姻了吗 没有 那又怎样 婚姻状况并不影响我的工作 贵公司很在意这一点的话 那是你们的损失 不是我的 被内职场女性指示 不归摄影社会评价 不因大龄问贵而小心翼翼 不明儿 我妈妈妈妈妈妈 пис了